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 就像是把一个万吨轮 抬到喜马拉雅山上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客户 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个万吨轮 从三角底下抬到喜马拉雅山上 今天我们做到了 我们是我的队 这事就会不会发生 我们是我的队 从十分之 2970 MING PAO CANADA 这种团队有一种闯荡 黑暗之中一起摸索 一起喊 我会觉得喊叫做往前冲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慌 你大黑暗子拿着大刀 往前冲 十几轮往前冲 有什么好慌 那是一大片 所以军号就军号一推 大约往前冲的时候不慌 然后让你一个人冲你 你敢冲吗 你不敢冲 对不对 因为都机枪下来 人间伤害 因为你看看别人也知道 他也在冲你也冲了 大家就往前冲 这样才是一支好好团队 这三年多来 所有的人都在说 阿里巴巴不懂得如何挣钱 阿里巴巴是一个只会烧钱的公司 昨天晚上在六点正 我们拿到的数据是 阿里巴巴已经全面引力 也就是说上到昨天为止 我们公司不仅赚了一块钱 昨天我们人民币上来说 我们赚了五十万一本钱 最后一人的名字是什么 那是法院 那是法院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的 那是法院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的 Ain the Ain the you think this time is over? Almost over Too late for them in China Unless they do something really 非常有意思 中国的竞争是比较重的 而不是为了真正的价格 中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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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就看我们一家超西兰 没有一杯什么事了 我想今天对阿里巴巴来讲 是一个刚刚的开始 后面的路还很长 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收到的短信说 从此以后你就过上一个没有快乐的日子 所以我想也许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过上了 能够让我们自己满意 因为我们从第一天的想法 是希望被社会对这个世界 对全世界的中小型机有所贡献 十年以来 一直很多人说阿里巴巴 讲的是故事 阿里巴巴这个做不到 那个做不到 但是十年了 阿里巴巴其中的一家公司 已经在股市上市 已经超过了100亿美金的市值 但是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绝大部分的人 死在明天晚上 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阿里人必须看到后天的太阳 阿里巴巴巴 为了一个理想 为了一个坚持 无数的人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其实自己在想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有了今天 是什么 让马云有了今天 是一种信任 在所有人不相信这个世界 所有人不相信未来 所有人不相信别人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相信 我们选择相信 我的同事会做得比我更好 我相信 中国的年轻人 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世界不需要再多一家互联网公司 世界不需要再多一家 像阿里巴巴会正常的公司 世界也不需要这一家 像这样持久激情敬业的公司 世界需要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文化 一种信念 一种梦想